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金碧仁 最近因为头而幽则唱 唱而幽则拍 因为拍的广告 也相当地受到大家喜爱 这个我们想国内呢 除了我拍沐浴乳之外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 就是他 但是凭良心讲 他的条件比我好太多了 但是他的肉感呢 绝对没有我肉感好了 我们一起来欢迎 金碧仁黄平洋先生 好任性 这男生怎么可以亲男生呢 我是你的啦 这年头是在看 要不要严明震盛 个子相当高 而且他会投七种的变化球 在上次我们的夏令营呢 特别也介绍过 金碧仁黄平洋 这个黄平洋呢 出唱片心情非常紧张 但是他非常有爱心 这张唱片呢 所有的钱呢 他都捐为慈善机构 本来呢 制作的这个唱片公司说 你捐一半好不好 他说不行 我既然要出唱片 你知道我也不是靠唱片赚钱 我打球就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我把唱片钱 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捐给哪个单位 之前是捐给 联合建务 之后呢 现在还不晓得 慢慢的 我家里蛮清寒的 这个讲到这个 我们叫棒球啊 这个是全国非常 风靡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最喜欢懂规则 所以说喜欢看 所以黄平洋马上就 顺理成章 当了明星球员 而且我知道你能投球啊 风靡的不少 我们球迷 那你个人出专辑 当然也有很多观众 就会产生一个怀疑 你球头那么好 歌到底唱得怎么样 这个我知道黄平洋 他常常去KTV唱歌 高歌一曲 这是你兴趣啊 对 除了比赛之余呢 都会经常跟几个球员 一起到KTV去唱唱歌 而且我们黄平洋 这张唱片呢 这个主题 主打歌好像是什么球 对球 这个歌要跟人配合一下 不要像那种什么L-boy那种 出那种歌 好大麦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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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唱 我来给你唱 那这个歌除了这个主打的歌是球之外 还有什么歌可以 还有一首是《闽南语》 能不能清唱两句 我们大家听一下 歌声非常有词性 而且呢 Pitch也非常的准 相当的独特 希望你这张唱片 能获得大家的共鸣 同时我们在黄平洋 是非常有爱心 大家多多支持他 对我们社会呢 好像间接也有点帮助啦 希望这样 是是 也要感谢你上次为我们帮助 夏令营带给我们所有年轻朋友 应该的 应该的 今天我们在现场 我们要拍拍广告 因为听听说你拍了沐浴汝的广告 是的 是 好 马上进行我们广告现场 来我们请我们的特别来宾 今天动游的人啊 这个可以说是相当多啦 很自动就站到这里来了 你是演什么 我演一雷手 中华队的 万人工商专下吴承忠 你是演 日本队 阿萨布鲁 哎呦 没事后面贴个高要干嘛 哈哈哈 把你演打板了 舒冥冤啊 不是 是谁的衣服啊 同学的衣服 你为什么没穿你制服呢 今天哪儿一屈 那你叫什么 阿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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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新浦工专 中卒红 中卒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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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中卒红啊 新浦工专啊 我能变得到很多了 可以吗 主持人家這樣是這種身材 被球打不怕的 富家高中 十一坪 今天名字都很奇怪 不是 鍾楚紅啦 我的歐葉 這個家還住十一坪 你看 十一坪 北一坪叫夜會清 夜會清啊 很會清啊 居永海市 女生局 為什麼 李春捲 工商專校孟宇春同學團 李鴻龍 李鴻龍 很紅龍 我們今天所有的隊員都介紹完了 我們拍的廣告一開始就是說 中日吃棒明星對抗賽 進行到九級的下半 目前中華隊一比零暫時領先 脫索黃明明面對日本的強打 阿里布達 阿里布達是哪一個 同時一壘上有跑者 阿沙布魯 預備 開門 太爛了 阿里布達 阿里布達 來打板 浪費我們多少底片 預備 開門 現在 投手準備投出 投出 外球 阿里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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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打板直接來啦 打得太累了 來預備 攝影機 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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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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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仍然是阿里布達 黃瓶羊看到朴守的暗號 準備要投球 阿里布達用力一揮 是安打 要打出去喔 安打之後呢 阿里布達跑上一壘的時候呢 球接到時候 馬上傳一壘要刺殺他嘛 直接一打一壘的時候 丟到他的頭 要丟準了 丟到他的身體也可以 丟到他 他當然痛在地上 啊 啊啊啊啊 這個時候竹筍就出局 來 預備 跳 投出 準備安打了 安打 你是英國阿姨啊 這個鏡頭來 黃明昂丟 這是安打嘛 安打 安打是打那邊 黃明昂丟 我是示範而已 你把他揭 躺在地上很痛啊 然後竹筍說 喔 這到這裡 預備 跳 投出 準備安打 安打 快跑 快跑 丟他 好 竹筍 好 到這裡 比賽要結束 很開心啊 你獲勝了嘛 我們獲勝了 中華隊獲勝 一雷手 二雷手 他們撲手 跑到頭手邊就抱在一起 贏了 贏了 突然撲手把面罩拿起來 你就把面罩拿起來贏了嘛 你就跳著他 你就抱著他 抱著他 然後你抱著他 這時候呢 阿里布達就從地上爬起來 找美國主神裁判抗議 你是美國主神嘛 你就一直講日本話 一直跟他講 這個主神說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talking about 你就跟他講 這次黃平洋就搖頭了 唉 每次來參加國際比賽 都會碰到這種尷尬的場面 就到這裡 好不好 預備 打扮 預備 Come out 給人家機會 大家看得到 來 打扮 預備 來 抗議 好 抗議 抗議 講話 有一次跟國際比賽 都會有這種糾紛嗎 來 掌聲鼓勵 來 到這裡了 好 這是黃平洋呢 黃平洋拿了一個隨身聽的耳機啊 拿給兩位爭論不休的一個主神 給他們聽 就給他們聽 聽一聽然後不吵架 然後就講 解決國際比賽的糾紛 語言是最大的障礙 然後呢 那你聽一聽 嗯嗯嗯 你的面帶笑容 兩個都握手了 你看 都握手了 然後主神說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有的金曲呢 電腦語言翻譯機 溝通沒有煩惱 就到這裡了 好不好 預備 Come on 來 講話 來 主神聽 主神聽 主神要聽 嗯 聽聽聽聽 一人聽一個 解決國際比賽 語言是最大的障礙 嗯 聽完之後握手 Thank you 有的金曲電腦語言翻譯機 溝通沒煩惱 來 掌聲鼓勵 謝謝 這個是 黃平洋的這個專輯裡面 非常漂亮 這個是丁智庫 好像丁智庫 黃平洋的寫真筆記 裡面有很多他的造型 還有他那個 黃平洋親自的簽名 謝謝我們的黃平洋 他的專輯叫球 我們希望大家對他多多支持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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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進行我們金曲活動中心 這個單元除了提供青少年正當的 休閒娛樂之外 最重要的要培養青少年朋友 從事團體活動時的群己觀念 多多關心別人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首度登場的急救社 我們今天介紹這位特別來賓 也是非常關心這個社會的一位 年紀雖輕 但是經常受傷 最近的新專輯叫 受傷的總是我 我們一起來歡迎林志穎 來 瓜哥你好 謝謝 謝謝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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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 來來把花收起來 這個急救社呢 我想今天請林志穎來 是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是公益性的 林志穎最近常常參加一些公益活動 像公益廣告 那個廣告是 像煙縮部 而且呢也考慮要當永久的育工 希望有這個容疏 那我希望 我知道瓜哥自己也是有 對 最近也是參加一個艾滋病 艾滋中心的 我想 講話還不能分段落 聽說瓜哥最近參加艾滋 這個病的這個 知心委員 嚇死我了 好像我有艾滋一樣 接下來我們今天談的主題就是 急救社啦 特別請到陽明醫學院的 我們這個 現任學生會會長 余黃平先生 余先生也是這次 為艾滋而走的義工 對 那另外一位是 是我們今天的一位示範的同學 示範的同學 可以示範嗎 解救什麼 今天我們介紹的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心肺復甦術 就是我們簡稱的CPR 我們首先就是輕拍他的肩膀 看他有沒有疼痛 疼痛有沒有感覺 或者是以聲音 以聲音刺激他 看他有沒有反應 如果過了約10秒鐘 完全都沒有反應的話 我們就繼續進行我們的 所謂進行我們的心肺復甦術的方法 然後呢 最主要有三個步驟 就是我們簡稱的A B C 那A就是呼吸道 就是把患者的下酸抬高 以壓上2 就是壓2抬酸 這可以把呼吸道保持暢通 然後可以把病人口中 比如說有可以看見的衣物 可以把它挖出來 這是完成我們的A的步驟 如果把A的步驟完成以後的話 就繼續進行我們的B的步驟了 B的步驟就是檢查看病人有沒有呼吸 就是把臉龐湊過去 看他B口有沒有有沒有氣 或者是用眼角的余光 看胸臂有沒有起伏 可以觀察5到10秒 如果發現病人呼吸已經停止了 就馬上進行我們的口對口人工呼吸 馬上給他兩口氣 注意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的話 我們給第一口氣的話 做完以後要帶病人把氣吐出來 我們再給第二口氣 也不是連續給兩口氣 看他在連續啊 沒有他已經有聽下來了 如果我們把B的步驟已經做完以後 我們馬上進行我們的C的步驟 C的步驟就是看病人管病人的心臟 就是喜歡循環 我們首先看 沿著甲環軟骨 對 甲環軟骨 旁邊因為兩指腹寬的地方 有一個凹溝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可以量到脈搏 約量5到10秒鐘 如果發現沒有脈搏的話 我們進行下一步的所謂的心臟按摩 心臟按摩的話 我們首先要找到正確的部位 正確的部位的話 可以跟著做做看 就是沿著肋骨圓往上找 兩個肋骨圓有個交叉處 往上有一個淺淺的凹溝 凹溝的話 上面揚子浮寬 揚子浮寬的距離 就是我們要施救的部位 把我們去施救那隻手放上去 另外一隻手 再疊上去成交叉形 切記的話就是食指 或者手指頭不要碰到胸臂 以免造成傷害 然後施救速率是 約每分鐘80到100次 然後我們馬上給病人 就是每次深度約4到5公分 馬上救15次 這是一分鐘要幾次這樣 一分鐘約80到100次 最好是到100次 最後那個人就活著昏倒 然後我們當我們這個 呼吸以及脈搏做好以後 我們連續就是 繼續進行給兩口氣 以及 就全部整個程序 對 連續進行四個程序 然後來觀察病人有沒有呼吸 以脈搏到有沒有恢復 沒有的話就再繼續做 這是急救的方法 對… 那還有一種這種是噎到的是不是 對… 我們先觀察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被一無哏到的話 我們可以用兩種方法來看 就是第一個 病人有一種世界共同語言 就是兩手會嚇住自己的脖子 然後講不出話來 這時候我們就很可能懷疑 他病人有被一無哏到的可能 這時候我們可能就是 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站在那旁邊 那病人能夠自動把它自己的東西 刻出來為原則 我只幫助他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進行我們所謂的 下一個介紹的那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 哈姆利刺法 哈姆利刺法 哈姆利刺法那個 擺的那個位置是在那個 左絲型的部位是 把雙手環繞在胸前 然後虎口 虎口向內 虎口向內 另外一手在上面 所擺的位置是在肚臍 肚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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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臍以及凹槽處的中間 就是我們所示救的部位 然後 以向內 向上的力氣 延續快速壓擊六至十下 恭喜你出來了 這個人真是 被花生給到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哈姆利刺法 這六尺就對了 對 延續六至十 如果人家沒有笑的話 那有的人說道立啊 道立呢 道立當 如果是在 這樣切切的 我通常沒有進行這個步驟 有沒有看很多人就是道立 小嬰兒 小孩子對不對 小嬰兒的話他有另外一種 小孩子然後吃到 給到然後道立 啪啪啪啪啪 道立 小孩跟大人的方法不太一樣 跟雞尾酒一樣 所以各位馬上就學到 將來可能有機會 多學一點總是好的 今天也謝謝林志瑩來到我們現場 也謝謝我們的余會長 謝謝同學 同學貴心 黃 黃啊你好 你黏他黏那麼緊 是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